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?生骁龙人是一个有理想,有追求,敢于奋斗,渴望成功的人,有强烈的进取心,敢于拼搏,超越所有人,实现人生理想,有勇气有实力,把梦想变成现实,理想也不是这么容易实现的。 要克服很多困难,要经历各种失败和挫折,才能取得成功。 生骁龙最经不起什么考验,最怕的是什么呢? 1.经不起失败的考验 生骁龙敢于奋斗,渴望成功,为了成功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,他们害怕失败,不愿意接受失败。 在奋斗的过程中,他们日常努力,对自己要求严格,不敢放松,不敢偷懒,更不敢休闲,比别人付出的更多,比别人也更努力。 希望超过所有人让自己的事业取得成功,如果失败了,那么他们也会失去一切,失去友谊,失去资源,甚至失去爱自己的人。 无法承受失败的代价,生骁龙拼死利也要取得成功,不能失败,如果失败了所有人都瞧不起他,连父母也看不起他,得到的也会失去,他不敢面对失败。 如果失败,他就没有活路了。 生骁龙说什么也要取得成功,不管有什么挫折,遭遇什么灾难和打击,他也不会放弃,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成功。 二,承受不起孤单和失去朋友的考验。 一个好汉三个帮,一个人要想成功,单打独斗是很难的,生骁龙也同样如此。 他喜欢交朋友,喜欢和别人合作,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分工,密切配合,相互支持,相互和理解他们的事业,才能取得成功。 如果失去朋友的合作,失去朋友的支持,生骁龙本事再大,他也玩不转,更别想取得成功。 生骁龙无法承受这个巨大的代价,所以他需要朋友的支持,需要合作伙伴的合作,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和别人合作,朋友支持,还有第二条道路可走。 如果没有人支持,生骁龙无法接受的,也是无法承受的。 三,无法承受失去爱情的考验。 生骁龙虽然事业心很强,渴望取得成功,但是也是渴望爱情,渴望幸福婚姻的,如果没有爱情,没有婚姻。 生骁龙的奋斗是孤单的,也是无法忍受的,他渴望女人爱自己,有人喜欢自己,有人心疼自己,两个人相亲相爱,享受爱情的甜蜜和婚姻的幸福。 如果没有爱情,没有婚姻,即使成功也是不快乐的,生骁龙想尽办法,要找到喜欢自己的人,敢于去追求,得到爱情和婚姻。 如果没有爱情,没有婚姻,是孤独的,也是他无法接受的。 四,接受不了没有亲情的考验。 睡觉我的人,虽然事业心很强,拼命地奋斗努力,但是他也是有肉有感情的人,他们喜欢别人的关心和在乎,孝顺父母和家人和谐相处,喜欢孩子。 事业成功了,有钱了没有亲情,没有婚姻,没有人心疼自己,也没有喜欢的人,钱再多,也是不会快乐的。 希望家庭成员之中相互关心,相互体贴,相互照顾,如果没有亲情,相互冷漠,甚至遭遇冷战,生骁龙是痛苦的,也是无法接受的。 五,生骁龙最担心的是什么? 一,没有理想和追求。 你在我们充满理想,渴望成功,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,没有追求,甘愿满足现状,贪图享受,害怕竞争,不想努力,坐享其成,好吃懒做。 这种人是可怕的,也是没有好下场的,生骁龙最怕自己变成这样的人,那么他是失败的,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。 二,没有头脑,什么都依靠别人。 现在我们敢于奋斗,敢于争取,他们喜欢学习,拼搏努力,最怕的是没有头脑,没有思想,什么都依靠看别人,听别人的,没有独立思考能力,一点小事也让别人解决,没有一点能力。 这样的人,和生骁龙在一起,也是很痛苦的,也是生骁龙无法接受的,最担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合作共识。 三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不诚实的人。 天人很自私的,喜欢耍小聪明,他们当面是人,背后是鬼,不干实事,整天挑拨离间,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 破坏和别人的关系,他们这种人不值得信任,也是小人,生骁龙最担心的是和这种人在一起共识,想尽一切办法,也要避开这种人。 四,只会吹牛,不干实事的人。 这种人,嘴巴很会说,说得天花乱坠,他们却不干实事,不成熟,不稳重,不喜欢学习,做事粗心大意,有点成绩就骄傲自满,生骁龙最担心的是和这种人在一起合作,没有好结果。 五,最担心的是和生肖兔生骁狗生骁马合作。 生骁龙是敢于奋斗,不怕吃苦,渴望成功,不服输的人讨厌不奋斗,喜欢享受安逸的生活。 有的人性格保守,自以为是,不听别人的意见,有的性格又很保守,不敢尝试,没有魄力和能力。 有的人又比较冲动,没有头脑,生骁龙最怕和这种人合作,担心的是遇到这种人,他要取得成功特别难。 不管什么人,只有敢于奋斗,敢于争取,才有可能取得成功,我们要珍惜和我们志同道合,和我们想法相同的人。 远离小人和那些没有奋斗心,只想舒服过日子,没有理想和追求,贪图舒适安逸,或者是挑拨离间,怕比自己优秀,到处拆别人台的人。 设立自己的奋斗目标,敢于去奋斗和争取,我们才能取得成功,远离烦恼和失望,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幸福。 感恩你的观看。 此文若有谬误,我皆忏悔,此文若有功德,普皆回向。 愿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,都能离苦的乐,消三丈诸烦恼,得智慧真明了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,喜欢,请您关注佛语,或留下宝贵建议。 别忘了把佛语分享给你的朋友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, 一起见证光明。